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一的新聞聯播節目 我回來了, 常公子, 大師 還未在炒牛魚 還未在炒牛魚, 頂得住 Victor 做得很好, 我也要放一些位置 他有什麼要澄清嗎? 我沒有, 其實本來有一樣, 但我忘記了 沒有人知道 不是吧? 好像也沒有, 希望亞洲電視會做好一點 我公開了出來, 希望有更多新節目 風人園是其中一個, 遲些也希望開更多新節目 希望多點東西看 做回那個孫中山 還有一樣東西, 我們叫亞洲電視的電視台 應該有更多東西看, 希望邁向新的紀元 現在疫情又非常嚴峻 昨天就95宗, 前天就86宗 今天也應該是維持在這個水平 昨天也是創了有私利最多源頭不明的一天 42宗源頭不明 也要告訴你, 其實周圍都... 散播仔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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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情況也是很麻煩 昨天也有一個彩雲村的名利樓 也有集體感染 有三個單位, 有四個人 現在就派楊本樽 又是還未封住的 為什麼不封? 不知道 你問我是誰? 我也不知道 問陳肇始 還未封住, 派楊本樓 也未做強制檢測 可能要多一兩個個案才做 我們上次新聞聯播都說了 究竟基準在哪裏呢? 一棟樓, 或者一個村裡有幾個單位 有幾個人感染了才要做全民檢測呢? 即是要做全部強制檢測 現在還未有那個定論 我們報道了就算了 因為那件事回來回去, 回來回去 說得太多次了 說得太多次了 另外有一件事最新的 就是要院舍的員工去做檢測 現在政府要求一星期一次 有很多院舍的員工就說 大哥, 很嚴重的 一星期一次 因為不在公事裏面做 要他們在公事之外 要他們做了院舍的工作 在下班之後再去做 或者在上班之前去做 要等到結果 有很多院舍員工甚至來了職 覺得這件事不可能 你覺得是否應該包起來 就算去你也要排隊 即是去檢測站 做了八個小時的工作 然後你還要去排隊 排兩個小時或一個小時 做個檢測 一個星期一次 你覺得是否應該包在公事裏面 合理一些 但如果包在公事裏面 又會變成 你包了三個小時 你實際上每天做五個小時 嗯 就是這樣 那件事是 那件事是比較惡搞的 惡搞的 但無論如何 你都要檢測 就是這樣說 如果大問題 我覺得那個人 香港人本身的 公民意思是比較低 比較低落的 至少你就算 因為你自己本身 所需要 要做的事情 即是說死是你死的 你如果不做是你死的 或者感染了老人家 你自己也有事 所以那件事 你應該很緊張 如果理論上 你是做這件事 就算政府不強迫你 你也應該很緊張 走去做的 現在似乎是不太緊張的 即是你寧願不做 但是你應該這樣 如果這樣 我這麼危險 我不做份工 這樣有可能 但問題是 你原來是因為檢測 不是 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你就去不做 那你什麼公民 或者那些人 什麼思想 應該就是 你求他不要做 他也要去做 應該是這樣 是嗎 應該是這樣 所以政府這個就是 他這樣想的 他就說 這件事是 你的利益 你不爭取你的利益 你還為了不做 有沒有搞錯 所以應該就是這樣 那文是丟 我老婆說 是不是應該回傳 給政府 丸社這件事 是不是政府 應該做一堆 叫做丸社的檢測隊 去香港不同的丸社 做檢測呢 和員工 因為這個是保護老人家的問題 是的 但問題就是 要視乎 那個 管理學上面的 效率問題 就是cost efficiency問題 一個丸社有多少人 一個丸社 你是不是全部 連老人家和員工一起檢驗 你現在只是檢驗員工的話 即是說 移船就陷 還是移陷就船 是的 很難的 我沒有理由 你老婆說的事情 就是你老婆怎麼管理 你老婆怎麼管理 問題就是 你那個人 丸社的員工 行得十個員工 但我那隊隊 有三個人的員工 那我當然是 那個員工還要旅行 當然是移船就陷 好就移陷就船 就是整件事 究竟是 如果你那裡 如果你那裡 每個院社 是有幾百個人的 我和幾百個人檢測的 那我當然是 你走過去 跟著有一個 list 跟著做院社 那幾百人檢測 那一移船就陷 就船制 視乎成本效益 要大家一起想想 這個問題 還有一件事 很可怕的 有個42歲的女病人 現在42歲 叫做年輕人 沒有長期病患在身 咳嗽 氣速 拖了兩三天 才去伊莉莎白醫院急症室 誰知道進去 一個星期就死活拜了 進去當晚已經要插喉 其實他病得多嚴重 才去急症室 這個死亡的年輕個案 也挺震撼的 因為他是完全沒有長期病患 一個女士來的 多少歲 42歲 年輕人 42歲當然不算年輕人 是的 有個情況就是 張竹君也說 如果你真的有什麼不妥 真的看了醫生 不要死定了 他應該是頂了幾天的 是的 氣速、咳嗽 他頂了幾天才去 結果一進去醫院 已經是肺炎 接著即晚要插喉 延了幾天才去醫院 他病向淺中醫 是的 因為這件事 張竹君昨天也開記者招待會 大家不要少看這件事 真的可以很快來 因為新一輪疫情 特朗普也說 特朗普只是說 Bad Thru 很多人都這樣想 大家都相信特朗普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 很多人都當特朗普是神 是的 他也是神 即是他現在都會繼續做神 這麼說 他因他的肺炎而死的人 多於成吉思汗殺的人 當然 成吉思汗也是神 是神 死人是沒問題的 他也是繼續做神 即是他的理由是哪 甚至是死人越多 你的神的威力是越大 即是特朗普所說 就算沒有新型冠狀病毒 每年在美國的十多萬人死於感冒都會 所以我經常都說抵消感冒 每年感冒是有很多病發症 現在肯定是沒有感冒 因為戴了口罩 當然要看你怎樣看這件事 戴了口罩 是的 今年感冒少了 問題就是 香港戴了口罩 少了感冒者 而美國是因為不戴口罩 同時又有新冠肺炎 也有感冒 所以就22萬 昨天就20萬了 感染數目是很可怕的 其實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大家又不要覺得香港很大件事 其實日本、韓國 我們兩個很close的國家 也都是創新高的 香港反而算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是的 反而算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德國、美國 美國昨天就20萬宗 前天就22萬宗 其實很嚴重 很嚴重 但是很奇怪 我昨天看電視傳播 日跡 這個 不知道哪個隊 對川崎傳風 怎麼都入場了 老友 你昨天說 通街的人 什麼 我先說日本這件事 喂 大哥 你不是創新高嗎 東京現在 為什麼你可以在足球比賽 有些人在 嘩 怎麼又不戴口罩呢 那真的很奇怪 對我來說 大家去看看精華片段 有人入場 為什麼不是閉門作賽 他們已經開了 因為我們這類資訊 現在沒有了 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新聞 一些比較浪費的新聞 我們聽不到 因為出新聞從業園 現在都要專注於香港 我昨天看過直播 喂 你和川崎傳風打氣 這麼奇怪 我真的要勾頭 那件事 我說出來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不讓人入場 因為日本 東京都的情況 都很嚴重 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原因 對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是原因 可能他們的挽救經濟 也很重要 因為日本和韓國都大力挽救經濟 他們國內的旅遊 是很豐盛的 現在 可能他們就以經濟走先 是 那麼 講開抗疫疲勞 那 我有個老死做駕駛的 上個星期 逢星期日 都去郊區 因為市區沒有客 那麼去郊區 上個星期日 他說吃蕉 去到西貢 蜜兒水庫 北潭沖那頭吃蕉 但是昨天 又有人生人海 是啊 一家大小 出去華桂村 華桂村入西貢 很開心 又是那句 又是那句 嘩 貴村入西貢 有幾個水 你不要管一家四口 去西貢玩 又是那句 你也要跟那些年輕人去玩 嘩 很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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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回一千元 是啊 但他們也會坐的士 也是一個消費 是 有線新聞也報導 昨天大堂賞紅葉 說元朗大堂賞紅葉 我在元朗大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好看 我去過幾次 哈哈 你說有紅葉就有紅葉了 但是又有人生人海 然後又看到一些人說 你會不會賞英呢? 嗯? 我還沒賞過 是啊 有很多人賞英 賞紅葉 大堂賞紅葉 昨天有線新聞報導 也是去到 廚世口罩 人生人海 什麼兩人限聚令 神經病 那麼 是啊 沒有講話而已 希望不會大堂 賞紅葉群組 這是非常難搞的 林鄭月娥所說 我們香港沒有那個體制 太多刁民 是不是刁民 肯定是刁民 我想跟你說一個問題 其實香港有一個問題 就是住屋的態勢 是 你一下子混在家裡 是很難搞的 很難搞的 你這樣三四百尺地方住六七個人 你真的長期混在家裡 很難搞的 你不要跟我說話 OK 不知道大家是否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可能別人禁足便容易 你家裡一千尺 你這麼快也會開心 你家裡有很多東西 你在家裡擦單車 大哥 你在香港很多 突然是七八九口 住在那三四百尺地方 你這樣困住他們 又是很大件事 我想香港這個很難搞 是啊 我知道 我們前一路都說過 都是土地問題 所有事情 所以我經常都說 事情不是每個人 每一家四口住四百尺的公屋 就可以解決問題 就像本土研究社 或者一些泛民說出來的問題 不是大家住四百尺 一個formula 四百尺公屋 然後用多少公斤 草地住多少人 就可以解決問題 因為實際上 香港本身是要提高人均居住秘積 以及提高公共空間 也是極度需要的 即是我的路比較寬 人們就說不用蓋路 蓋路其實不只是 行日路比較寬 汽車比較寬 整個生存空間 或者市費比較大 更大 全部都是需要的 或者我們去行商場 行得舒服一點 不要窄窄窄的商場 去茶餐廳吃飯 茶餐廳的位置比較寬 明白嗎 外國沒有像淡仔 那麼擠逼的環境吃飯 就算是最便宜的地方 明白嗎 整件事不是土地欠缺 所以那些人死不肯去拆郊野公園 或者死不肯去舊區重建 死也不肯什麼 本身那件事是非常智障的 這次疫情也能反映到 我都說了 現在你說民雕 但問題你有沒有考慮過 真的困在家的情況是怎樣的 這麼說 現在民雕就是因為 雕民不肯讓政府去做那些 發土地 雕民是由一路地雕下去 不是雕到什麼 那些雕民也是被雕政客去 令他們雕而已 現在那些雕政客掃描走了 那就可以這麼說 希望能夠做 如果建制派你掌描時 你都搞不定雕民的話 那就是建制派的責任 是 希望建制派來了 我也是那句 之前有excuse 有一群人在擋住你們 做你們的事 好了 那群人現在鬆掉了 那就交給你們 炸大棋 那你做得好的 就證明自己有了道 也是那句 如果做得不好的 趕快搞內控 那你自己出事了 不是 內控是對的 如果建制派現在齊心合力的話 那就變了 因為實際上還有很多雕政客 對 那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當初的時候 在整個建制派裡 是有很多 是盲蟲附和 就是一條蟲的蟲 那些就需要 無端是一個肥佬 上去立法會睡覺 那些 如果是 他們進入立法會 以前那時候 不是的 我們不用聰明 因為我們都要團結一致 對付他 那我們就去 只要那些最蠢的人 去投票票就可以 投票機器就可以 但現在實際上 已經不需要投票機器了 現在就一定要 比較用心機一點 以證 是啊 你真的不要以為建制派的議員 希望泛民走了 我心想他們是未必希望的 至少很大程度上 是 因為改變了遊戲規則 改變了玩法 現在要 喂大哥 那波來了我的腳下 我要傳送 以前就看你們在旁邊去 看看情況如何 另外就講過疫苗的問題 食物及環境局局長 陳兆遲在一個電台上表示 他已經和三間 新冠病毒的疫苗製造商 達成初步協議 包括科興生物的 100萬劑疫苗下月底角 在北京製造 林鄭團隊也說 一來到 他就會和全體政府的 統治的班子一起打 是 不知道問了張建宗沒有 七張的東西 是 另外 除了疫苗 也有復星和德國藥廠 BioTech合作研發的疫苗 BioTech似乎也是 德國人 最後也是牛津大學 和北國BioTech 現在輝瑞藥廠 也是那幾個重鎮 其實如果沒有記錯 BioTech應該都是在中國製造的 現在他就說 所以 有人問他 福星和德國藥廠 BioTech合作的疫苗 在哪裏做 陳兆遲就說 在歐洲製造 接著有人問他 在歐洲哪裏 他說基於保密協議 就不能說製造地 其實這裏很奇怪 歐洲哪裏不能說呢 你說倫敦應該有很多人有信心 難道是保加利亞 那也沒有 是 因為全部都是統一發放的 統一的 復星就是中國代理 就是亞洲製造的 代理商 所以到最後 甚至台灣也很不容易 都一樣要復星 另外第三隻就是 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 合作研發疫苗 即是和三間 初步搭協議 有些疫苗 未通過第三階段 中國的疫苗 但最快就是中國的100萬劑 他說當打的時候 就會通過 應該會 現在世界各地 都可以接種疫苗 包括在美國 剛剛過了 接下來就會接種輝瑞的疫苗 跟英國的疫苗一樣 緊急接種 美國預計 三月底 一億人就能打到 全國80%打了之後 就會有群體免疫的出現 希望真的如是 香港也下個月就會開始打 首先跟高危 政府團隊 醫護人員 老人家 開始打 林鄭就有整個班子去打 應該的 也沒有什麼 因為現在情況出現 都是一些 嚴重過敏的狀況 英國接種疫苗之後 有些人就嚴重過敏 但也沒有死 嚴重過敏 只是歪了嘴 歪了嘴 沒有所謂 歪了嘴 沒有所謂 歪了嘴 如果那件事 那件事是你能夠好得到 是沒有所謂的 但如果一個人不回事 就有所謂的 而且如果你有對疫苗敏感 或者嚴重的癌症 也不容易打 到時候醫護會不會處理 這件事叫做Permanent Damage 通常你不可以做Permanent Damage 你治好就沒事了 治不好就沒事了 對 情況是這樣的 究竟打疫苗之後會怎樣 大家都不知道 疫苗似乎是一個強心針 即救命草 即是離到 都要持續 沒有理由不打 你打不打 嗯 看看情況 多數都是打的 但問題就是 你什麼時候打 即是袁國勇說 先等一年 那你等一年 你就不用打了 但問題 這件事要說 你先說一下 等一年你就不用打 即是那件事 但問題是 你現在看過疫情的狀況 香港疫情的狀況 即是如果在美國的話 我就毫無移民 一定立刻打 一定立刻打 但香港疫情就不是那麼嚴重 那你就有這些叫做 自由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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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別人打了 就不用打 嗯 但周軒剛才說 你有一個自由駕駛的想法 即是那件事 其實是要取得益 打了那些人 是 明白嗎 如果99%的人都打了 只剩下1% 你就不用打了 你會有 你會有 你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 安全套的問題 是 如果對方是處女 你就不用有安全套 但這不是代表你沒事 明白嗎 那你就是 他的平衡 事實上 你不打 本身這樣做的話 是一個卑鄙的人 但問題就是 周軒從來都是一個卑鄙的人 所以 做法究竟會不會打呢 當然其實我不太算打 是 所以到時候 我不敢肯定 我會打還是不打 例如 周軒去測試 我都很早做了 你都沒有做 但我只認為整件事 就好像 你是做了 搭順風車 我跟袁國勇 平反一下 有些人周圍都看到 袁國勇說 我不打了 等一年後才打 我期間用口罩保護自己 原來這件事是五月說的 只不過是被新聞黨的李梓敬 就在社交媒體上廣傳 不知道幹什麼 都是袁國勇 九不八八 那你五月說的事情 跟今天的事情 其實也不可以同日而語 剛剛說 當時他的疫苗發展 還沒有這麼順利 你問回袁國勇 當然 但袁國勇 他們這樣說 袁國勇的問題 就是他們本身 反口腹複 自打嘴巴的情況 是出現太多 很難不攻擊他 是 他是對自己的衣著不便 是 所有事情都不便 就是他們的事情 如果這樣的話 你自己的專業的判斷 經常都可以轉變的話 令到別人很沒信心 很難怪別人 是不停捉住你 捉住你的痛腳 那樣東西來鞭打 是 但怎樣捉住他 都是No.1 有什麼事情都是他去到 麗晶花園都是游去上去看著那些渠 很多人知道肯出風頭 就會做No.1 那就是 這個叫做傳媒friendly 傳媒那些都懶的 你以為他很勤勁 是嗎 你找到那個 你永遠都找到那個 是 還有那句 你擺明疫區 帶著口罩都敢上去 是 很多人都閃了 話說是疫區 沒錯 那裡是感染的單位 大哥 你敢不敢進去 他第一時間進去 值得尊重 是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講講酒店隔離 酒店隔離措施 終於生效了 今個月是22日才生效 那你就會陸續公佈 36間指定的酒店 我們現在錄影 隔離那間就是了 說話了 是 那間從來都是 那間從來都是 很多時候都是 是 是 他是 多石 是 那 回來 可能很多 內地的人 陸續回來 就會接受14日隔離 便宜貴 適除尊便 最便宜是398元一晚 最貴 就是這個 這個自地的文化東方 五皮一晚 那你就包三餐 那你又可以用幾千元 就隔離14天 你又可以用七十幾萬 隔離14天 文化東方 不是要這個貴價格的 就是自地文化也住過 是挺好的酒店 是 就是 它是很細的 但是問題就是 沒有這些高貴大堂 那些東西 但是裡面的房子是OK的 這個五萬元是 是單人總統套房 是的 就是總統套房 不是因為 他的房子 普通房子那麼貴 而是因為你住的 是總統套房 是 那也很合理的 希望政府真的做足 因為 所以回來 應該是不讓他們出房子 因為之前是自出自入的 是的 之前你又不用指定酒店 你可以在家隔離 然後你可以自出自入 希望這次真的 麻煩你手勻一點 救命 因為昨天做節目 也有 前天做馬上豐人院 也有問 為何那些騎士 和練馬斯 外國那些是昨天國際賽 那些馬主 來到又不用隔離 而不是有的 而不是他們早了兩個 早了一個星期 就去了雙魚河裡隔離 是有做的 那一檔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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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檔不一定 但是普通人 希望這次政府 真的做足一點 希望可以壓制疫情 因為那些人一定要回來 很多人滞留在英國 在歐洲、英國、美國讀書的人 已經滞留了很久 希望這次真的做足 其實你覺得 怎樣說呢 譬如我們 我們接下來的日子 又可以在隔離的酒店看 用不需要派警察在門口 做一個scan呢 我不知道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不聽話的話 是可以拘捕你 拘捕你的 是 檢控吧 不要叫拘捕 不要叫拘捕 或者叫 至少都scan了你 大哥 你出出入入 很難搞的 沒錯 好 我們繼續說說香港的情況 香港航空正式裁員250個員工 其中很多都是機衝服務員 另外一個大集團 Illand Shangri-La Hanggara 亦都會說明是精簡人壽 那麼 Hanggara是兩個 Illand Shangri-La和Hanggara 是兩回事 Illand Shangri-La 是Hanggara的酒店 如果是Hanggara的精簡人壽 我想是整個Hanggara的精簡人壽 應該就是 香港有兩三間 應該是在說Hanggara集團 不是Illand Shangri-La 還有一些類似成茂酒店 還有一個副牌 是的 他們在全世界很多酒店 他們說精簡人壽 看來都是逃不過裁員的命運 我也說 越至近農曆新年 應該是裁員潮才開始出現 7%就走不掉了 會不會好像一般 很多人評論 就是去到10% 我不敢說 因為政府也不會有補貼 因為現在他說 精準式補貼 可能補貼是旅遊業 航空業似乎放棄了 補貼旅遊業 沒有了 沒有了 酒店也是重災區 現在隔壁也是幫幫忙 指定了33間 36間酒店 其實可以有一些 因為酒店到香港居住環境不足的時候 現在很多人自己出去爆房 或者有些地方長住 暫時都可以解決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麽呢 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人們不敢去住酒店 搬出去酒店長住 是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希望 大家希望疫情過了之後 很快過了 酒店會加價 如果我現在搬出去的話 酒店再加價的話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搬回家 那我可以直接搬回家 那我那些行李真的不可以去 其實如果酒店長保證 簽約 那三五年都是這個價格的話 或者貴一點點的話 是很多人會搬去住 沒錯 因為比劏房便宜的 計算了一條數 三星級酒店 六七千元一個月 現在是怕我搬出去之後 到時候就搬不回家 如果我肯定未來可見的 都是這個時間的話 其實很多人會搬出去的 是 但是酒店也怕趕不走 你那些爛壇 哇 現在明年年中復蘇 自由行離開 那怎麼辦 是的 所以問題就是 酒店一定可以趕走 是 酒店不是怕趕不走 而是酒店不肯和你簽長約 沒錯 你簽運租約 是的 不肯和你簽長約 那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如果酒店不會長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酒店長期 那會有得救 問題就是 大家希望被人回家 香港的居住環境 一定有得救 是 大家想一想 酒店也應該想一想 酒店如果以現在的價錢 加多30% 都會有很多人住 大多人住 如果簽長約 我只是 如果肯簽長約 就有很多人住 就算再加五成 也會有很多人住 是的 如果九千元一個月去住酒店 那間酒店房多三百多呎 就有人和你收房 是的 所以酒店不會維持不了 但問題是 只不過我希望 他希望這樣來維持 而且如果當他提供九千元 或者一百元住的時候 酒店是可以切人手 他不需要那麼多人手 如果那個人是長住的話 長住的話 他整理房子的次數 沒有那麼頻密 所有事情 不讓你收拾 是的 還讓你收拾 大哥 我長住在這裡有很多錢 好了 疫情就講到這裡 其實新聞的focus 都是在疫情 其他都沒有什麼 我真的找新聞都會覺得 為什麼現在的新聞 好像collect了在一個範疇 沒有以前那麼豐富 哪個就不一樣 如果是Victor的話 會悶一點 但就會多一些國際新聞 是的 他就比較少一些本地新聞 是的 沒有那麼juicy 本土一點 黎智英也加控 違反《國刊法》29條 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繼續 接著就加控他 押後到明年4月才提堂 不讓保釋 那些新聞片都很誇張 找一些鐵鏈綁著腰 很重犯 太重犯 是的 接著就 那個指控那裡也說 他在Tripta那裡搜證 在川普發表的言論 說他在追蹤特朗普和蓬佩奧 我也很害怕 我也有追蹤特朗普和蓬佩奧 那件事是被人放大出來說的 他應該是他的證據 那件事 就是這樣說 例如說是一個犯人 他是經過了一個案法地方 所以他的罪名是這樣的 他不是經過法地點 只不過是一個 其中一件事 他寫了幾十件事 其中一件事 是幾十件事 還有他發表了一個言論 他在上面搜證 看看自然事件如何發行 我相信這件事 我相信這件事會比較特別 有幾個點需要看 是的 第一件事 我想他是眼中之釘 就是契約德之而甘心的那種 是不容易能放出來的 是的 我想是恨不得欲其死的 所以整件事就會比較麻煩 但是如果是美國的話 這件事應該不會判得輕 但是如果是美國的話 應該是多少都會想他放出來的 他放出來的 可能會做一些談判 令他放出來的 畢竟他是 重要性也很大 重要性也很大 如果他都不想辦法放出來的話 那其他就不用搞了 不是 美國很丟假 是很丟假 他跟黃之鋒是有不同的 因為黃之鋒可能像孟德拉那樣 是 即是說完結之後 黃之鋒也有很多前途可以走 直接是孟德拉 是嗎 但是黎智英沒有條件去長期坐牢 73年 沒有了 所以黎智英沒有條件去長期坐牢 所以應該是希望放出來的 我想如果他是中國監獄的話 以這樣的狀況的話 他坐了兩三年就會放出來 還會保外就醫 但是香港從來 就我所知 就沒有保外就醫 沒有這樣的習慣 反而如果他在大陸 就有個案子出現 沒錯 反而在大陸 還有機會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這件事 他在大陸 反而是坐了兩三年 就出來了 有機會出來了 有機會出來了 保外就醫 但是我想問你 會不會最後的目標都是蘋果日報 不是他本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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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抓蘋果日報 你上一堆人 隨便找一些報紙 說你的報紙出了多少 其實他可以控告報紙 是 港英政府蓋過無數報紙 有無數法例可換 有無數法例可換 如果他要蓋蘋果日報 他不需要這樣做 對 六七部都蓋過幾張 對 按照什麼來說 不會蓋一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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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 這次是對人不對事的 因為你被蘋果日報 一直在推出 還繼續 蘋果日報一直在推出 所以這次是對人不對事 蘋果日報這個 生蕉牌 他可能想留下 多數以我對他 對阿爺的看法 我就覺得他想留下蘋果日報 我不是這樣 不過是為了對人不對事 你就修煉一下 他不修煉的話 你不修煉的話 我也不封你 只不過是拘捕你 related那個人 對吧 所以他不用特別這樣做 但整件事 我覺得 這個分析就是 始終都是 香港沒有什麼先例 但是阿爺和中國都可能 因為這件事 黎智英本身是一個 很好的談判條件 所以阿爺應該不會放棄他 去換取一些實際利益 始終我雖然生氣 但問題是 我也有些實際利益 他有用 可以換回一些 永遠 我想黎智英 我也不知道黎智英更嚴重 不如開戲更嚴重 還是黃丹大學 但黎智英應該可以為中國換取很多事情 好 另一個政治人物 梁仲恆也去到華盛頓 昨天政治庇護 他也說和家人 割斷一切關係 可能有許智峰的前例 免得被香港凍結他家人的戶口 那 梁仲恆過了去 那劉慧貞是怎樣 劉慧貞留在香港 那你猜 其實劉慧貞也很低調 應該都不會有什麼事 劉慧貞反而低調 梁仲恆過了兩年有做 劉慧貞反而沒有 是的 因為梁仲恆一向都是像一坨一樣說 所以拿出來說說 我看完劉慧貞就很低調 劉慧貞才華好一點 你說劉慧貞是中文真的寫得好 好東西 現在很文青的感覺 另一個很重要的 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 昨天也在這個 關於一個在上水的襲警案 就被無罪釋放 然後人們問他會離開香港 他就說暫時不會 他就說贏不了人 贏不了人 即是沒有說在片段 認到他是襲擊警察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認不認到人 或所有事 就是法官的判斷 但其實應該 现在警察用了习惯做的东西 因为逢出政治的东西是高很多格 其实如果当初警察用习通常的方法处理 如果他用了一些科学方法 他蒙了面就有眼睛出来 已经百发一百证明了 如果裁判官不是他 我们的财务会很严重的 警察没有用到一些很精密的科学方法 科学硬证的方法去做 其实以前我在说的口供 几十年前的时候 几百年流出下来 你全部的举证主要是考高 百分之九十都是考高 百分之九十都是考高 你不认识什么事都没有 人证旁证很少 但是以现在的科学来说 其实应该将口供的重要性一直降低 但是法庭的裁决和警方的首证 都一直将这些事 抱残首决地用回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的标准 香港很可否认 是的 很多单案都听到 认不认识到人 或者什么 现在全部都有什么 根本上那个人是不是那个人 你现在对回那个视频 他已经拍了 一对对眼 百分之一拍出来说是不是 我让你裁判官再判 裁判官说赢不了人 所以整件事本身就是 系统和警察本身都有所忽 那陈浩天我想他都会离开 因为梁重行都离开 那陈浩天没理由不离开 那很快都会去欧美的 是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陈浩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significance 就是这样讲 首先他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为他是香港民族党 是 他的党的名字够响 但问题是 他人本身不是一个挑战的 是 也是一个邪人 所以不会有太大的阻 另外关于公务员宣誓的问题 叶德权也已经说明了 宣誓也很快会开始 也已经说明了 你不宣誓 也都不会留在公务员团队 公务员的公会也都说 大部分人都会去宣誓的 但是问题是 如果之后违反识人会如何呢 那要看政府公布出来 违反识人又会如何 如果违反识人去坐牢就糟了 不知道 可能有机会 违反识人就刑事化 现在就不知道 等政府如何去处理 但我想说去年 其实2019年下半年 有很多公务员 或者公务员个人 站出来支持运动 那些又会如何处理 是否 我想会低调处理 因为如果那些国家 都会低调处理 可能有小龙的 你要影响工作 的话 極度影响工作 他会留下 你就不可以留下 但我想很小事 我想也是 我想这个宣誓 也是为他们设想的 你再宣誓 就是坦白重宽 你没理由真的 批斗一两百万人 我说公务员 公务员就没有带你 如果公务员是这样的话 你到最后其他人都要 你没理由批斗 我想这个宣誓 也是想令去年那些 出来支持的人 你至少表现效忠 就是等于你支持什么 清朝 就是留发不露头 等于你一个效忠 就是算了 所以你自己的头发 就是代表你支持我 是的 邓小平最后都可以回中央 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所以应该是要给好机会 六四 六四肖建华 到最后六四肖建华都没事 是不是 希望香港的情况也是类似 多表达一时的政治意愿 其实这也是一般的做法 你之后变成政治不正确 也都怎么说 政治本身就是这样 应该是给一个机会回头 我举邓小平的例子就是这样 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 最后都可以做中央领导人 不是的 因为毛泽东死了 邓小平这个不是一个好例子 为什么呢 因为毛泽东死在线上来 在毛泽东到最后临死之前 他也是在下面 是的 所以邓小平 邓小平 邓小平才是例子 邓小平不是例子 邓小平不是例子 但是邓小平现在 但是邓小平现在 六四事件 他没事 你是现在的新错 你现在再犯新错 当然再拘捕 六四事件他没事 六四事件很多人都没事 后来那些北大的教授都没事 是的 另外关于公务员 有个新闻说的 邮政局的员工就开记者招待会 你发现政府就开始外判他们的工作 又请退休邮差回来派讯 用时薪来计 现在邮政局里面的员工都是公务员 政府开始把工作外判出去 应该是整顿 那是不是意味着大整顿呢 是否政治有关 邮政局也是 应该不跟政治有关 应该是跟之前何关尔说过 公务员团队 就是说你们有很多勇猿 公务员团队有很多勇猿 可以做邮政的 邮政可以卖出去 现在有政府的外判 不是外判 直接不做 是 政府直接不做 直接卖走 卖走不用 不是由政府处理 是 所以像地铁那样 给商业处理 上市卖走 没有人之干净 政府不需要控制邮政 那看一件事如何发酵 但是你说如果有勇猿的问题 那也不仅是邮政局的问题 我常常说 好了 地政署 基电局 公务局 更加多 已经出名了 整个政府也是 整个政府也是 大家只认为税局不是 其实税局也是 税局也是 但问题就是 大家是否身受祈祷 所以税局也有很多勇猿 其实那些 你没有听过那些才会大事 他们隐藏在最后 是 没错 那些基电局 来不来 彈一彈 真的有机会感受一下 真的很奇怪 好了 那我去讲讲一些国际新闻 英国的脱欧谈判 本应在今个月月底 就会完结了 如果谈判没有结果 英国就硬脱欧 但是真的没有结果 因为很多分期都没有处理到 尤其是在那些商品价格 还有很重要的 有一个捕鱼的水域问题 始终都解决不了 如果硬脱欧的话 英国甚至会出动海军 去维护他们的捕鱼水域 那个拥有权 但是就有变化 那欧盟的议长 和约翰逊就答应 将谈判期延长 其实都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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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多次 始终都要有个结果 如果我不太熟悉整件事 但是如果看报道的话 硬脱欧的机会会比较大 硬脱欧的机会也应该会比较大 因为谈不完 因为这样说好吗 这个是一个spectrum的东西 同一系列的东西 如果你不是什么都不愿意的话 那些真的 什么都不适合那种 你怎么会脱欧 脱欧技师就是说 你对于现状不满意 你既然对于现状不满意 对于现状不满意 对 我也不妥理 即是你如果够你的黑暴 你一定跟政府谈不满意 如果不够满意 你就不要黑暴 等一样一样一样 如果我跟你是可以谈的 即是不用离婚 那不妥理我当然不妥理 没错 如果谈得完就结婚 没错 所以应该是谈不完的 但问题是会硬脱欧 因为我又不知道硬脱欧会如何 我又不是住在英国 我不知道 而且我还是去报导才知道 严论鲍鱼是这么麻烦的 我还以为是小生意 鲍鱼从来都很麻烦的 是重点来的 就算是中国大陆和台湾 鲍鱼都经常出现糾纷 现在鲍鱼在中国和日本 鲍鱼都牵涉到 如果是什么的话 亦是牵涉到那些渔船 本身也是全是间谍船 当然 渔船和间谍都分不开 分不开 走先 所以渔船捕鱼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还有军事 对 我现在才明白 严论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像阿金正传那样 吵蝦 不是 阿金正传没问题 因为阿金正传是港内捕鱼 你不牵涉到其他国家 不是公海 牵涉到其他国家 是公海 但问题是他们去到公海 但问题是 如果你在大西洋的部 或者是什么都 你不牵涉到其他国家的交流 你没有其他国家的共同海域 是没问题的 是 现在要谈谈了 好了 美国 德州的州政府 入品联邦最高法院 我上次说过 就是渔政选票 也不是叫舞弊 总之就是说选举遗憲 最高法院就不受理 不受理 星期六那天 就在Triptr 在很多社交媒体 就说 特朗普拍了他的背影 又说 气球 没有了 没有气场 玩完了 但是特朗普 星期日 就启动了Plan B 不用德州政府入品 以个人身份 以现金总统的名义 名义 就入品最高法院 都是入品相同的东西 叫Plan B 就是说一个游政选票的问题 违牵 看看最高法院是否受理 但是昨天整个共和党 整个美国就展开大型造势 20万感染 没停过 造势大会 周围都有 出来说 又说 你不受理 我们就要搞国家分裂 我们不可以让拜登上台 拜登就没理 有人中枪 有人中枪 死了 死了 即场公司击毙了 拜登有理无理 继续筹备新政府工作 拜登当然不理你 赢了 赢了 赢了就要和解 输了 赢了 赢了 他当然不理你 所以就看特朗普如何打 特朗普最大的问题 特朗普最大的问题就是年纪太大 他不能再回来 否则他再回来 如果特朗普五十多岁 他不怕你 他不怕你 但如果他再回来 他四年之后算不算得 四年之后打 不如现在打 刚刚拜登和何锦日 要当选了时代雜誌风云人物 The person of the year 那 我觉得真的是乱叫 一直都是乱叫做 次代风云人物 是特朗普 现在就是有特朗普和人反特朗普 其实只有特朗普一个人选 对 没理由给他 但是媒体一定是倾向 大家这次选举都清清楚楚了 整个媒体都是谈到民主党的 大家这次就是一清二楚 就是复仇者联盟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除了一个 哪个 除了 升雀 升雀是支持特朗普的 然后巨无霸 他讲一讲 其他人已经在队他 就是复仇者联盟都是民主党的 好了 升雀比较远些 升雀比较是 因为他搞人和 不是他搞人和 他远得远些 所以是 他可能有些事情想不到 另外今天应该是选举人投票的日子 不知道摇摆州会投票了 应该今晚就知道 先跟进一下 看看情况会如何 就像特朗普所说的 the war just have begun 现在才是打的 但仍然是这样 现在很厉害 tweeter上 但是这样说 可能你打just have begun 可能打三天就打完 那也不行 没人说他一定just have begun 没人说他一定有war 一定要打很久 好像有plan C plan D 他说 如果你再不受理 我就会 我也说了 Roberts是一个二五仔 他搞不定 Roberts就搞不定 即是 这个Supreme Court的最高负责人 表面上就是支持共和党 其实就是这个 暗地里就是民主党 雙面人 他搞不定 你加多少个后面 都是搞不定 好了 最后一宗新闻我想说的 就是 韩国赵斗淳出狱的事件 这个人就是超级人渣 当年十几年前 借酒强奸一个八岁的小孩 内容我不说了 大家尚为己八方 事件是令人法治到无法可以去应用 即我都不能在节目中说出来 他做了什么 对他小孩做了什么伤害 我也说不出口 我小孩之后没有死 但遭到很严重的伤害 如果死了就不是这么判 就是因为没有死 因为没有死和认罪 因为没有死和认罪 所以他只是判了12年 是 应该是因为赵斗淳这个人做这件事 就令到韩国通过一条法例 就是成为亚洲唯一一个用化学 有化学阉割 化学阉割这个惩罚的国家 但是他不可以 因为他是事后事前做的 他没有 现在不是说一样东西 为什么你化学阉割不阉割去呢 也没有阉割 之后也没有人去做化学阉割 但是因为这个人做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 令到有化学阉割这件事 就写入了法律条文里面 当事人是没有了 因为他犯了案后才通过 那条阉割法律也没有施语在其他人身上 他最近出狱了 原来是天年大波 第一件事是拍了电影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为什么他 就是人们觉得 还可以放出来 第一 第二就是 还留在那个地方 你不能不放出来 第一 第二就是 他当然在那个地方住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国人 他从而回到自己的家里 还可以在哪里住 现在的处理方法是带电子鸡鸟 第三件事 还有带电子鸡鸟 其实我怀疑是否合法 是 因为他现在有免费 第三件事 就是 他应该在当地 已经是notorious 没有办法生存到 是 如果他在其他地方 那些人 是不认得他 那就更好 更危险 在当地的时候 他留在当地 反而是最安全的 是 就是对人民 如果他在其他地方 在其他地方 作案的话 那些人还不太aware 他的样子 那你放逐他最远的话 那又怎样呢 嗯 我想说这件事件 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对比香港的大粒麦 其实相同的案子 相同的案子 OK 但是这个也是合法的 我自己的意思是 你如果去什么的话 不就是说不要在后院 是 明白吗 其实他相对来说 如果你在韩国 任何擠一个地方 再擠他在韩国的任何地方 是 他也是放在那里最好 是 如果放在其他地方 如果大家不认得他更危险 没错 大家盯着他 大家更好些 就是相对来说 只不过 大家是整个社区自私 想中就扔走而已 嗯 那我看看这件事怎么做 因为我真的相对 和打马一样 你说得很对 对 看看香港国民处理就对了 那究竟韩国是怎么处理 你没有办法处理到的 你始终是合法 他整件事 你觉得他太空残 但是他认罪 譬如他二十年的 那你二十年认罪 三分之二 他认罪 他又不是杀死人 你又不能判他死刑 那你真的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就是要看看这件事 我想大家对比一下香港的 其实一样是处于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处理这类人 社会舆论就觉得他们是大魔头 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罪 很多大魔头 是的 他们实际上没有罪 那你怎样去对付他 是的 那现在他整天说 没有罪他自己坐 他是一仇一刑罚的 对呀 你只是严刑罚不够 就像香港那样 究竟他住在哪里 大家现在都没有人说 那肯定不是free了 肯定是软禁的 究竟住在哪里 那管浩明也没有再出现了 那究竟他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又没有回到台湾 那我想大家比较一下 就是说韩国也遇到这些问题 不单是香港 韩国这个问题更严重 是的 好 今天的新闻联播时间是这么多 记住comment share 我们的频道给多的人看 那就 是这么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